一名知曉客車 駕駛開在這個國道十號上 疑似是因為太緊張 自撞護欄 而警方呢 緊追在後 因為呢 看到他疑似是懸掛著偷來的車牌 二十五號晚上 他是在這個左營被這個圓警給盯上 而他呢 趁這個圓警下車的時候 開車逃逸 警方馬上是展開 攔截圍捕 來聽一下警方的說法 駕駛之狀之後 當下還打算要汽車逃逸 不過馬上就被警方給壓制逮捕 而這名駕駛呢 他是五十一歲的長姓男子 他之所以被警方鎖定 是因為先前就有民眾報案 說兩面車牌都被偷了 警方丟了監視器之後 發現偷的人就是這名長姓駕駛 二十五號晚上 他在左營被這個巡邏員警給遇到 但是呢 卻因為自撞護欄招待 他偷車牌的動機還有用意 警方現在還在調查當中